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当中呢 我们邀请到的是 陈伟泰分析师 伟泰哥 你好 思伟好 大家好 伟泰一下今天的主题呢 那要来告诉大家的是 太委屈了 要不要唱一下太委屈啊 伟泰哥 我今天不想唱太委屈 为什么 我想唱什么 冷冷的冰雨 在脸上忽乱的拍 最近真的好冷 有下下雨 你知道吗 从2022年开春到现在 台北已经是只有 六天是晴天 其他每天都在下雨 天啊 基隆只有一天而已 所以你刚唱冰雨 很适时候 真的是非常好 有的话棒 好 来看到呢 太委屈大股东呢 减便宜的五档 比本一比的基优股 台股下跌 大家不要灰心上志 因为我们还有韦泰哥 来请韦泰哥呢 跟我们讲一下 这今天的主题的部分 好 其实刚才哦 思伟在节目的一开始 就有提到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观念 就是危机往往就是转机 真的 我只能安慰自己 我还能怎么办 不是 因为其实哦 其实股票它通常都会有 这种所谓超涨跟超跌 我们一般投资朋友 就一定要有机会 掌握到就是超跌的时候 因为掌握到超跌 就是掌握到财富 重分配的钥匙 好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 特别的分享这件 这个主题就是 大股东减便宜的原因 是因为我个人观察到 其实 二屋的一个事件 大概已经延续了 大概有一两个礼拜 甚至从农历春节之后 就一直有消息出来 就过完年之后的 第二个礼拜的时候 就开始了 原本第一个礼拜 台股是节节高升耶 对 但是我发现到 即便是有这样子的一个 不确定因素 可是千张大户的 这种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啊 创下近六个月新高的 有430家耶 我算了一下比例喔 上市家上规是1761家 对 如果你是用430家去算 比例大概24.4% 将近25% 25%什么概念 就是四分之一的概念 就是四家里面有一家公司 大股东是在称的 现在这种 比较是属于这种 恐慌性的气氛的一个之中呢 风低去进行加码的一个部分 有问题维泰哥 维泰哥没问题 是思维有问题 你说 维泰哥 大股东是不是跟散户想的不一样 人家都是危机入市 然后我们都是恐慌卖压 赶快逃 是 我觉得这个是角色不同 因为大股东呢 他可能看到的东西根本不一样 他可能知道 其实公司在今年的业绩状况 或者是订单情况都表现得不错 所以他才会赶在这个 比较不确定因素的时候 逢低去进行买进的一个动作 那再来就是说 其实一般的这个投资朋友 大概都是看到利多 才去做一个追进动作 那这样子难免就会有出现 就是会追高的一个情况 那大股东 他们的态度是比较 适于逢低做承接 反正我接了之后 表示被套了 没关系 我就当做这个所谓的 中长线的一个投资 反正是自己公司嘛 对 OK 所以其实这个大股东 跟这个所谓的一般投资人 会有这样子的差异 但是 我要跟各位朋友分享 就是说 大股东的一个操作 其实他不会今天买 明天就涨 哦 因为大股东的心态 就是我可以慢慢慢慢就布局 对 所以投资朋友 我们在针对这种所谓大股东 逆势再加码的一个 个股上面的操作上面 要特别有这样子的一个 心里面的理解 就是说 他不是今天买下个月就要涨的 他可能会分批做布局 可能买买买买 可能买一个月 但是呢下个月 他就可能会有这个 好的表现 所以这个在操作的节奏上 大家要稍微知道一下 OK好 那呢最近 三周连续增加134家 所以大股东都在默默的加码 下面我们要看到的是 韦太哥要来告诉我们了 怎么样从当中筛选 相关的基优股呢 五个条件告诉你 这五个条件呢 其实第一个就是大股东 最近这三周 他持股比例要出现增加 这是很重要 因为刚好这三周 是这个消息面 比较不好的时间点 这时候你去抓 大股东力是做增加 通常会比较明显 再来就是 我希望看到的 不是只有大股东在做增加 还希望我们买的价格是便宜的 所以就要看到 在他们的本益比的部分 那以目前来讲 其实在过年之前大家都说 台股本益比很好 基本没有很好 本益比很低 大概就15倍左右 所以我现在特别抓就是什么 12倍 更低 对 要比平均的台北股 是本益比更低的 大概12倍以下的 会比较安全一点点 那有些个股 它不是看本益比 它是看股价净值比的 因为它可能不是成长股 它可能是所谓的 这个紧急循环股 那这种就要看一下 这个股价净值比 那股价净值比小于1.2倍的话 我觉得也可以特别做留意 为什么 因为如果接下来股价 再往下做走低的话 它很可能就会 跌进到一倍 或者掉到一倍以下 股价低于净值 这不就是 投资价值的浮现吗 好 再来就是第四个 它除了这个股价低之外 它必须要是赚钱的公司啊 这样子我去做分批的布局 分批做一个承接 未来才有这个 上涨的一个可能性嘛 是 所以这个预估 股价今年是一个获利的公司 还有这个就是成交量 必须要大于1000张 也是不能够买成交量太小的公司 其实同时朋友可以看一下 今天很多的个股 重点的个股 其实它都是成交量很小的公司 反而是成交量有的公司 它不太容易出现这种 无欲警示的一个崩跌 所以一定要 在这种所谓的动荡情况之下 一定要找有量的 才不会说忽然 砰砰砰砰 连续新的下沙 好的 那没问题 我们来看到的是维太哥 基于这五个标准 来帮大家选出了 八党 大股东 逢低加码的标的了 这八党分别是 最近很夯的润泰拳 华兴 鸿海 雅尼 所以人把太子跟永丰鱼 想到卫生纸要涨价了 哈哈哈哈 微大哥 没有错 这八党就是 我们刚刚看到的 怎么回事啊 鸡蛋买不到 卫生纸又要涨价 我昨天去Costco 也真的是没有看到鸡蛋 战争又开打 没有 那个小韭菜新生 要抒发一下 好 就是看到 他们都是有一些 就是低 有低价的 也有中高价位 给大家做参考 但是他们共同的一个条件 就是刚刚提到 本益比低 那股价禁止比也低 这两个同时满足 所以才会从刚刚134档当中 赛选出来这八党 那这八党里面呢 有几档个股 是我个人认为 可以特别做留意的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首先看到第一档 我不敢相信天哪 他居然出列了 就是鸿海 对 鸿海其实 在股价的表现上面 大概从去年底到现在 都没有什么好的 特殊的一个表现 那之前 推出这个电动车的一个架构平台 大家也觉得很有前景 可是股价就没有去做一个 很明显的表现 那么最近是有听到就是 鸿海 他还转投资的就是以前 那个 鸿达店的前执行长周又铭 他的一个元宇宙的一个公司 对 XR XR 忘记什么名字 对 XR Space 对 那换句话说 鸿海也开始切入元宇宙的这一块 这一块领域 所以其实我们认为说 他在左脚踏到电动车 右脚踏到元宇宙 基本上我觉得他未来的一个转机 算是非常非常的大 重点是现在股价 本益比还不到十倍 是 以这样子的公司 本益比不到十倍 是有点太委屈 那投信有看到 投信其实从 一月底二月初就一直在买超动作 所以我觉得这种个股 即便 有可能会拉回 但是幅度应该不会太深 好 下一档呢 看到的则是核硕 核硕呢 我们先看投信就好了 好 投信竟然从去年的十二月份 几乎是每天买啦 买一点 买一点 一直买一直买 所以看到核硕它的股价 没有什么波动 在即便是最近 这个大盘在下跌的过程当中 它也不太跌 原来就是因为 其实筹码面的部分 表现得非常非常好 是 那么核硕它在今年呢 要特别关注到 就是这个 5G版的iPhone SE 5G版的iPhone SE 可能会正式的一个亮相 那过去呢 iPhone SE的 基本上都是核硕 为主要的代工厂商 OK好 所以这个是它的一个利益 好 下一档我们来看到的是 润泰全 我一次问韦泰哥说 为什么最近润泰全 购完年回来 股价就一直飙上去了 到底润泰全在夯什么 是 大家以前都会提到 润泰全有这个 所谓这个大润发 可是它最近其实就 它在去年大概 就已经处分掉了 那它转成为 就是所谓加盟 作为股东的一个方式 那润泰全为什么 现在还这么夯 原因就是因为 它要转投资南三人寿嘛 那南三人寿呢 根据法人预估 对润泰全的EPS贡献 大概有20块钱 换句话说 其实呢润泰全的 这个EPS是蛮高的 但会不会拿出来 全部都拿出来分 不一定 可能就5块6块钱 按照过去的水准 是 可是即便是5块6块 大概算起来这个殖利率 也大概有5%以上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属于 这种所谓高殖利率的 一个题材 我们在上礼拜 特别跟大家报告过 就三月份开始 我们会密切帮大家追踪 高殖利率相关的一个个股 OK 对 象律泰全就是一个其中之一 好 下面呢 我们要来看到的 则是雅尼 好 之前呢 这个恒大地产的一个风暴 在中国似乎已经开始落幕 然后呢 现在的传出来的2月份 包括像是长江流域 珠江流域的一个 这个所谓水泥厂商 都开始进行报价上面的调涨 也包括台泥跟雅尼 所以其实也可以观察到 这一波其实雅尼的股价 表现非常非常的一个稳 就是它的基本面 你可以看到 报价开始做回升 它是缓缓涨的那一种 对 缓缓涨 那后来也是悄悄的在买 对啊 现在其实股价 竟然能够守在 五日线跟十日线之上 这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 那像这种 比较具有价值性投资的公司 如果接下来有来拉回 我是建议大家就是可以 特别去做留意布局的买点 因为 它每一年的一个配息 数字都不错 以目前这样子结构来看 大概也都会有5%以上的殖利率 好的 下一档呢 我们看到的最后一档是太子 太子建设 不是太子油饭喔 不是 我大哥生下一胎的时候 再请我吃太子油饭 好 我会努力 好 太子建设呢 因为它 大家可能不知道 它其实是统一集团 旗下的一个营建公司 那它最主要的主力 就是放在中南部 我还不知道 那它怎么不是统开头的 它是统一集团的 那大家都知道 今年 不知道从去年 下半年开始 全台湾 北中南 那什么地方 房市水热 就是中部跟南部 所以它就刚好 就搭到就是所谓 中南部房地产的热潮 那现在的股价低于禁止 可是外资呢 悄悄的在低档去做布局 跟买潮 你可以发现到 这个个股 其实五日线跟实践翻扬 那是因为今天有震荡 它才跌下来 但是一般来讲 它的股价都还在 这个月均线之上 所以现在是这样子的 中长线 可以看好的一个标的 大家可以特别做留意 我想起来了 台积电不是要去 台南跟高雄设厂吗 那附近的土地也大涨 还有台南 因为最近那个outlet 要开的关系 附近的房地产也是蠢蠢欲动 是 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了 以上是维泰哥 帮大家精选的 五档低本益比的 集有股提供给您 接下来呢 来看到是最后 维泰哥给大家的 天心小叮铃 对 现在俄罗斯 跟这个乌克兰的一个 所谓区域的一个冲突 紧张情势 还是持续的一个发展下去 在过去这几年 大家没有经历过 类似的情况 所以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 所谓的 比较动荡的情况 所以现在呢 台北股市是呈现 跟内外资不同调 就是外资一直卖 但是内资一直买的一个情况 那外资在卖大概指数的部分 我个人认为 不会有太大的一个表现 如果外资持续卖的话 但是个股的强度会分歧 可能会从明天 或者下个礼拜开始 个股强度就分歧了 尤其是刚刚提到的这些 有高值率率的一个公司 或者法人一直在买差的公司 所以现阶段的一个 这个操作策略就是 不要特意的紧张 不要说很恐慌 把所有股票卖掉 但是也不要说 随便买股票 就不是跳过大贩卖 所以买股票可以 精挑细选不乱买 好 谢谢维泰哥 每次的提心小叮嚀 都很重要 请大家一定要记得 我们也非常谢谢 陈维泰分析师 谢谢思维 谢谢维泰哥